导射外加三连爆 土耳其机场恐怖攻击 土耳其伊斯坦爆 阿塔图克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28号晚间 发生骇人的恐怖攻击 三名恐怖分子坐计程车到机场 由于该机场在航站大门口旧区安检 其中一人安检时被警方试破 立刻掏枪开始扫射 一阵扫射之后 恐怖分子便在航站门口 先后两次引爆炸弹 目击者指出 第一次爆炸后 另一名恐怖分子与赶到现场的警察展开激烈枪战 随后在另一处出入口 引爆自杀炸弹 最后一人 在扫射过程中 疑似想转移地点 结果在下楼后 被警方开枪击倒 远警上前查看 却发现他身上有自杀炸弹 赶紧逃走 炸弹也随后引爆 三名恐怖分子均随身携带炸弹 以AK-47步枪导射 在时机成熟或敌不过警方 才引爆自杀炸弹 且爆炸威力强大 不但将血肉炸得喷上高墙 正式将楼地板炸穿 可见炸弹的惊人威力 这次恐攻造成41人死亡 239人受伤 警方派出大批人马 封锁机场 直到隔日上午1点 机场才恢复日落 众新闻综合报导